无时无刻都想滑手机 安琪的生活逐渐脱离常规 好想用手机喔 24小时像被手机绑架 生活作息大乱 我从来没有想过 它会慢慢地侵蚀我的生活 变成一种毒药 让我渐渐地失控 改编真实个案 亚洲大学拍摄教育短片 手机成影证值得关注 当我不能滑手机的时候 我会出现 就是开始焦虑很不安这样子 所以我就一定要再去滑 那这样子才能够把那个不安消除掉 不是由时间或者是这个次数 来直接做一个一刀切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而是主要还是看了 没有影响到生理心理 以及生活品质 青少年成影风险高 家长贸然管制 恐会带来严重后果 新北市一名14岁少年不幸坠楼 起因就是父母管制手机 青少年的脑部尚未发育完全 他们的一些情绪控制 一些冲动性其实要特别注意 不能这个时候不能说强制的 只是说把他的这个手机直接没缩掉 良好亲子关系 有助于改善手机成影 手机阶段有方法 先能够知道自己的使用时间 在设定目标 让我自己开始减少 那么我在设定目标的时候 我逐步的减量 你就要做环境的控制 适度放松 降低无法使用手机的焦虑 可以透过量表 了解自己网络使用成影的程度 有一个手机游戏成影量表的 这个自我检核 过度使用3C 对健康危害不小 影响睡眠 眼睛提早老化 近视加深 记忆力衰退 脑部提早退化等等 肩颈酸痛的问题最常见 才41岁这样子都已经 你看这个前面的骨刺 都已经长得很明显了 41岁男性滑手机不知节制 仅尊老化 如同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除了脖子痛而已 现在已经开始手已经麻了 这个麻的话会影响到生活 尤其会没有力量 您也喜欢滑手机吗 就是六七个小时 然后觉得主要是联系人 然后是看IG这样 有手机就开始滑廊 它已经重要到 不会忘记带出门了 手机是现代人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善用手机智慧带来的便利性 不要让它掌握您的生活 大爱新闻 黄子玲 郭继宗 台中报道